271 《中華工商時報》2015年7月20日報章06兩點創新 82見懷疑春市工商聯、造力創新創業出實招為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 貫徹落實國務院推進創新創業政策要求 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工作 今年以來,疑春市工商聯主動創新模式 考思組合權,在全市系統積極開展爭當創新創業大頭人活動 著力提升三種認識,完善三項機制,開展六項行動 以無實舉操作力大撲平、慢重創新 鼓勵非公有制企業要在經濟新常態下抓準方向 打開思維,明確目標,著力引導提升三種認識 一是大撲平、慢重創新是經濟新常態的發動機 新引擎 創新創業不僅創造新的技術、新的產品和新的服務 激發國內外市場需求、擴大增加市場需求和份額 而且提升產品本身質量、技術含量和使用效能 提升企業走集約發展、高科技含量發展之路 更可以創造更多的新模式、新業態、新市場 增加更多的市場主體、成為經濟內生源動力 而是大撲平、慢重創新是非公經濟發展的播種機 新潛能、創新創業相互支撐、相互促進 只有大份愛敢地創業才能激發 帶動和促進慢重關注創新、思考創新、實踐創新 只有大撲平的非公有制企業才能創造更多的創新欲求 創新投入、創新探索 只有在慢重創新的基礎上、才能有大的求意創業 能夠創業、創得成業、三市大撲平 慢重創新是經濟社會的轉型升級的新動能、新增機 創新創業才能衝破體制機制的束縛 釋放改革環境紅利、打通科技成果轉化通道 人靈高新技術向高新產業上創業匯聚、推進傳統、新興等各項產業互聯互通 推動移動互聯網、運升級、大數據、物聯網深度融合 建立和完善三項推進機制 首先、成立開展爭當創新創業大頭人活動領導小組 由主席、書記擔任組長、客設辦公室 專門負責活動的組織調度、推進、評比及服務工作 其次、注重非公有制經濟年青一代的培養推薦 開展對年青一代的企業家、企業繼承人、創新創業者、 企業高管的調查摸底和統計、建立信息數據庫 實施跟蹤指導服務、再開展人才培訓和推薦政協委員、 人大代表等候備人選時、優先推薦年青一代人士 三次開展創新創業評比表彰活動 每年開展一次集中性評比表彰工作 對推進創新創業成績突出的單位和個人 對產業引進項目落地、發展快速的企業項目和個人 給予通報表彰。此外,一方面,與政府職能部門聯合開展媒體進民企活動 組織二十家主流媒體和新媒體 深入二十多戶創新發展代表型企業,進行實地採訪、宣傳 並在各大媒體開設專欄版塊,尋找創新創業的創客人物 架接創新創業的奇思妙想 發現創新創業的跑男跑女 探尋創新創業的新機會力 反映創新創業的聲音主張 推選出創新創業路上最有價值、最有潛力、最具創意的新產品 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 另外,為搞好各類培訓、該市工商聯結合新上他企業發展調研 酒坊新增補執常委人士等活動的開展 向二百多家企業發放料調查問卷表 開展創新創業痛點採集、廣泛徵集意見訊息 實地走訪調研企業八十余家 收集到反映各種困惑、難點的信息有九大類共一百多條 然後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創新創業過程中的知識盲點進行認真疏理 有針對性地開設兒春創業論壇 舉辦首屆互聯網加新思維電子商務培訓班等各類專題培訓 開展創新創業項目呼發行動率先在全市建立大撲平 萬眾創新呼發基地 籌備考察精選一批創新創業優質項目 聯合職能部門有計劃、有針對性地開展項目對接呼發 舉辦項目DW路演等活動 幫助項目協調房租、水電費、上網費補貼等 爭取創業支持 此外,主動參與項目建設 聯合有關部門與國內權威產營機構建立產業引進合作 籌辦兒春里電產業國際高峰論壇 充分利用廣泛的資源優勢 大膽走出去引進企業、開拓市場 協助解決理電企業引進落戶難題 首創在工商聯機關設立企業辦事處、服務辦 對人進的企業提供面對面、零距離服務 近兩年來,怡春工商聯主動參與該市理電產業項目招商 以成功引進等多家投資超十億元理電項目落戶該市 在理電產業集群項目引進上保持領先優勢 為鼓勵創新創業、營造大撲平、萬眾創新良好氛圍 怡春市工商聯著眼於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實際 向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號召 怡春是一個創新創業的風水堡地 穩藏著無窮的創新創業的挑戰機遇 創業者要無眾生有,創新者要異想天開 搭乘怡春全面接軌航空高鐵時代之勢 充分點燃創新創業的激情 打造創新創業的廣闊舞台 努力讓怡春成為大撲平、萬眾創新的沃土 努力讓怡春全面接軌航空高鐵時代